好球 嗯 漂亮 你对上强我四两拨千斤 我避时就须 再转身做个连贯 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 现在比赛来到第三节 场比分是30 3比37 中国队落后4分 现在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是 岳汝和孙孟然 前锋是黄思静和邵廷 后卫是李源 李源给到邵廷 好球 邵廷的快下 拿下2分 刚才王思宇非常漂亮的进球 也被很多球迷认为是走步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有没有走步呢 然后这场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第三节其实打得非常被动 现在还是李源 待会看王思宇登场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改观 拿下孙孟然转身 这个球 推了一个打入犯规 孙孟然两罚的机会 是 按下 对 标准 前述 前远 前远 还是前一场球 这球没拿稳啊又被对方抢了回去 这球推了一个打手犯规 悦汝的犯规 上红尼的犯规 籃板 给了一个后场球 吴嘉诚 再给到李克汝 登阳立伟 少庭 再给那些李克汝 转身 抢起 这次上篮还是没有打进 掩护犯规 这球很明显 主动的一个发力 孙梦然这个手 好像是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挡起来杨立伟 给李月如 李月如 这球太不应该了 这个球杨立伟分的是非常漂亮 澳大利亚这边又是一击三分球 又被抢断了 哇 这又是一个2加1 突然间形势变得是非常的被动 阿大利亚对4号欧哈顶着 刘嘉诚的防守 上篮打进 加防发进 37比44 瞬间变成落后7分了 刚才还 刚才追平 现在又落后7分了 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被打了一波7比0 少庭 再给旅员 我打利亚这边的一个犯规 这时候王思雨 替补登场 还是一个前场球 王思雨上来就是造了一个犯规 这个要罚球了 两罚 奉行 奉行 打招拳住 掃停的篮板往四里推反击 给吕元 吕元一个转身把球给转丢了 吕元收手目前咱们是十个对方是八个 又是欧哈的一级中投 这段咱们就是失误一点多 而且没有比较稳定的这个得分办法 杨宇还是给李源 再给忽定了李梦 外线的三分九好球 李梦的关键三分 还是王思佑的篮板 再给李梦 再来一个 这次投的大了一点 好了李梦队这段确实外线的手感找到了 连续了近三分九 而且跟中国的这个防止策略也有点关系 输得太小了 李梦队这段头开了就防的靠外一些 李梦队这个抛头还是没打进 李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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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很多球迷人都阻步了 大家怎么看呢 反正这个球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局势 一个2加1 加法也是稳稳的发进 本场缩小到4分 这节比赛打的确实是非常紧张啊 还是王思佑 给到黄思静 南下杨恒鱼 这些包夹来了 进攻犯规 这个球 杨恒鱼其实感觉没有这种主动乏力的一个动作 有点假摄的嫌疑 中美人的篮板 再给李梦 再给李梦 快线3分9 这节李梦进了一个 后边的投不进了呀 三节还有1分28秒 好 是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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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南板李梦 拿到 这个王思佑 哎这球传得有点不小心 被抢断了 看到了两个人上蓝再次打进 哎呦 这个 这种失误就 让人很无语啊 这种失误 确实不应该 自己发底线球 居然直接发出界了 王思佑的篮板 这边还是王思佑打得好 篮板包括得分 给少婷 再分王思佑 有进攻时间 王思佑突进来 跑球啊还是王思佑 是王思佑的抢断吗 差一点 不过这波算是防下来了 三阶结束中央队还落后4分